胸透就是胸腔的透视 它主要检查是胸部的组织脏气是否存在病变 那么主要分为 一 呼吸系统疾病 第二呢 就是心脏大血管的疾病 第三就是纵隔疾病 第四 胸膜 胸臂 胸阔的组织的一些病变 可以看到胸部的软组织 骨骼 包括胸骨 肋骨 以及胸椎 还有纵隔里头包括心脏 大血管 气管 食管等 另外还有气管 支气管 胸膜 肺组织等 可以诊断肺和支气管的先天性疾病 如发育异常呀 肺部的各种炎症呀 还有急慢性支气管炎 比较明显的支气管扩张症 肺气肿或者肺水肿 各型的肺结核 肺肿瘤 胸腔肌液 气胸 纵隔肿瘤 心脏的形态异常等等 所以说胸痛是胸部最简单 简便异形的一个检查 我们作为相关的 如果胸部考虑有什么异常的时候 就这作为一个最常见的 或最简单的一种检查手段